嘿大家好,我是豬豬鞋 相信很多人都有這種經驗吧 就是吃冰的東西的時候 不管是吃冰棒、冰淇淋或是喝冰的飲料 喝太快之後頭就會超級痛 這種頭痛的英文俗稱叫做Brain Freeze 或者是它的專有名詞 Sphenopalatin gangliaeonealgia 一二神經節疼痛 我到底為什麼每次都要這樣自虐 它形成的原因其實是這樣子的 就當我們在吃冰的時候 我們鼻痘裡面的微血管會迅速的收縮 但是當這個冰凍過後之後 又會迅速回溫 造成鼻痘裡的微血管迅速擴張 這種血管的迅速收縮與擴張 會刺激上顎的痛覺受系 將痛覺訊號透過三叉神經傳送到大腦 但是理論上應該是你的上顎要覺得痛 但是為什麼感覺會是頭痛呢? 這個就牽涉到醫學上面所謂的 胃移痛或叫牽涉痛 Referred Pain 簡單來說就是你的神經線路接錯線的意思 例如截肢者 大家知道截肢者大多都有所謂的患肢現象 就是你的大腦以為這個被截肢的部位依然存在著 而這個患肢甚至有時候他也會感覺到疼痛 就所謂的患肢痛 這就是一種胃移痛的現象 或者是像肺臟或是橫隔膜的疼痛 就有可能轉移到左肩膀 而冰淇淋頭痛也是一樣的道理 理論上應該是上顎要感到頭痛了 但是你就會覺得 可能是額頭啦 太陽穴附近或是頭頂的地方在痛 那如何降低冰淇淋頭痛發生的機率呢? 最簡單的方法其實就是吃滿一點啦 曾經有科學家做過實驗 他們請145個小朋友吃冰淇淋 每人能分配100毫升的冰淇淋 並且將人分成兩堆 其中72個人被規定要花30秒以上的時間 慢慢吃冰淇淋 而另一半的73人則必要求在5秒鐘之內吃光 最後吃得很快的那一組 有27%的人發生了冰淇淋頭痛 而吃得慢的那組只有43% 所以慢慢吃的確是很有效的方式啦 但是當然也會有一些坊間相傳的偏方啦 我剛剛有一個說法就是說你先把額頭用一個冰的東西敷過之後 然後再吃就不會頭痛 那到底有沒有效用呢? 欸我們今天就來實測看看 好為了這次的實驗呢 我特地去買了四盒冰淇淋還有一罐可樂 杯公商謝謝 先用這罐很冰的可樂敷在我額頭上面 30秒之後再瘋狂的吃吃冰 看有沒有辦法防止這個冰淇淋頭痛 好30秒計時 開始 這幾天台中很熱嘛 所以敷這個其實還蠻爽的 怎麼辦我現在覺得 好像反而因為冰淇淋頭造成頭非常的痛啊 怎麼會這樣 好我們敷完頭之後呢 接下來跟剛剛一樣 30秒之間要把這一盒給吃完 計時 開始 噓 啊 吼 吼 我到底為什麼要把我可以告成這樣子 好我直接告訴你們結果啦 結果就是我頭還是很痛好不好 這什麼號稱日本節目做過實驗的 超級預防冰淇淋頭痛片棒 根本就沒效了 好我們總結一下這個實驗好了 趁我肚子還沒開始痛的時候 第一個我的確是吃冰淇淋頭會很痛的人 但是呢 因為我又有敏感吸引牙齒 我就忘記這件事情 所以我 剛剛頭簡直是 就是快炸掉的狀態你知道嗎 這個傳說中的冰敷療法到底有沒有效呢 對我來講是根本完全沒有效果的 而且就算這招有效好了 如果你去外面吃冰你敢用嗎 老闆一碗剉冰 然後剉冰上來之後 你直接把這個碗弓拿起來敷在你的耳朵上面敷30秒 不是畫面能看嗎 我現在是頭痛 牙齒酸軟 肚子在翻腳的狀態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最後想問問大家 你有曾經因為吃冰吃的太快而頭痛嗎 你有聽說過什麼偏方能夠預防這個症狀嗎 歡迎留言在下面告訴我們囉 好那這次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別忘了留下一個讚 想按更多的話就 歡迎訂閱和收藏一下旁邊的小鈴鐺 或是點擊 螢幕上這些框框也可以 那這次就這樣囉 我是啾啾鞋 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怎麼會忘記自己敏感性牙齒這件事情 我怎麼會忘記自己敏感性牙齒 我怎麼會忘記自己敏感性牙齒這件事情 我怎麼會忘記自己敏感性牙齒這件事情